Hello大家好,我是Gary 那么亚洲杯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今天提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 也就是这个芥末战的这个比赛 卡特尔队在主场三比零这个大比分 战胜了同小组的尼巴嫩队 说到这一小组 有中国队卡特尔、尼巴嫩以及塔吉克斯坦 那么在中国队这次出征亚洲杯之前 其实是打了两场友谊赛的比赛 分别是输给了阿曼以及输给了香港队 那么说到输给香港队的这场比赛 可以说是非常的窝囊的 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 香港队继而战胜 不对应该说是输给了塔吉克斯坦队 那么中国队打不赢香港 香港又打不赢塔吉克斯坦 所以能看到这一届的亚洲杯 中国队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说到咱们中国足球现在这个情况 这一届的国家队被誉为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最弱的一届国家队了 其实现在看上去并不是没有道理 说到这一次的出征 中国队本该可以在本地 在中国咱们本土相隔20多年之后再一次举办亚洲杯的比赛 可惜这个杜兆才当年的这个擅自主张呢 把我们的这个举办权的拱手相让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惜 那么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赌球假球的事件呢 可以说呢对现在出于低谷状态的中国足球呢 是毫无意义的 也是毫无帮助的 那么唯一有一点好处就是能够让中国足球 球迷足球人呢 看清楚中国足球现在的这个本质 可以说在这次的涉事的球队当中呢 虽然有提到深圳队跟武汉佐尔队 那么我相信真正涉案的这些单位呢 远远不止啊 这两支球队啊 那么这两支球队呢 刚好呢有一支已经解散了 还有一支呢 就应该是面临要解散的这个节奏了 所以是不是有意的无意的给中国足球啊 留这个留下最后的这个颜面呢 那么让我们呢 还是有一些涅槃重生的这个资本的 可以说到中国足球在过去两年间的糟糕表现啊 我也在节目当中呢 也是多次提到过对中国足球的这个希望啊 也是多次的说到这个涅槃重生的这个契机 没想到低处不算低啊 那么我们再一次去给我们设一个门槛吧 希望现在的国家队就是中国队的最低谷之处了 希望我们在未来啊 可以在各个层面呢 能够迅速的啊 回到我们当年的这个辉煌与节奏 那么也希望呢 呃我们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呢 能够从此呢变得更加的纯洁与干净 那么可以在啊 希望在有生之年以内呢 再一次呢 回到亚洲足球的这个顶峰的这个辉煌 好吧 虽然说不能在家门口看这一次的亚洲杯 那么还是要大家要关注我们对啊 塔吉克斯坦队的这第一场的比赛 希望中国队能够涅槃重生 能够在低谷之处呢 打出一场让我们高兴让球迷朋友满意的一个结果 好 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一场比赛的相关的报道 我是Gary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呢 记得订阅点赞与关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